哇 你看 哇 你看 这么多 你看它这一片 大概是土金 在这个囊状状从进来之后 已经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没有出现这种光景 超片上簇涌的风群 让风龙与研究团队 绽放了久违的笑容 你看这个 它这个准备起王台 是要服役女王蜂的 成功赋予的风群 是本土东方蜂俗称台湾野蜂 五年前东方蜂受重囊病毒袭击 疫情扩及全台 染病土蜂在蜂群间交互感染 病毒让幼虫无法成用 蜂群接续死亡 你看这边这个洞 它已经有蜜蜂的眼睛出现 如果是生病的蜜蜂 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个阶段 通常一个正常的草片 这个外圈 你看这边是它的食物 这边这个风盖 封起来的 这个叫蜜盖 所以这里面都是蜂蜜 然后这边有点橘橘黄黄的 这边都是花粉 然后内缺这里面都是它的幼虫 它们在生病的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这么多的风 可以去照顾它们的草 所以那个时候卵就下得乱七八糟 染病的土蜂自乱阵脚 也让台湾生态蒙上一层隐忧 面对中囊病毒的风暴 养蜂界也不知所措 有两派的说法 一种是我们要赶快给它施药 赶快把这个冬方蜂救起来 那我那时候是反对 常年投入蜜蜂研究的团队 主张不投药让蜂取与病毒共存 认同的蜂农也只对染病蜂群 采取隔离策略 它这一箱它有代言者 我们这一箱全部要代说 中囊病疫情在蔓延初期 东方蜂几乎变临灭绝 一开始蜜蜂不治愈它的时候 它是有很大的一些冲击 当时大概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九 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那百分之一 那就是抗病的种类 为了扩大百分之一的抗病蜂群 蜂农遵循古法 到野外挖洞又不染蜂 在这里这个野蜂它也会进驻 我们看它来的时候 它已经族群壮大的时候 我们再用箱子把它装起来 然后带回自己的蜂长管理飼养 我们要学着跟病毒共存 我们的中囊病也是一样 到现在我们持续在这个地方 做监测的结果 发现到病毒的量已经降到很低了 可是我们的蜜蜂已经找到 对应它的方法 台湾土蜂历经三年 学会了如何与病毒共存 印证了生命中 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它带来蜜给我们吃 我们也要照顾它 养蜂也一样 跟人类一样 你要跟它和平共存 得到别人 有一个人 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事件 得到达 并不足 那是 那是 你开玩笑 我有一些事件 那是